好 他比张成龙完成的要好 就向后迈了一小步 按规则扣0.3分 他的动力性 包括腾宫的高度 空中的姿态 也还是不错的 现在中国队已经有三位选手比完了跳马 比到第四轮 当美国和日本队比完了跳马以后 那个排名基本上 就有点比较靠谱了 也就是离你最后的这个各队的总分 就比较有点靠 前面几轮因为 各个队伍如果没有比跳马的话 首先难度分就会差一大尖 就是那个排序是不代表任何能力的 凭折16.30 现在中国队跳马的 这一轮第三轮已经比完了 接着到目前为止 前三轿 中国队 零失误 也就是没有重大失误 美国和日本 都出现过重大的失误 新日本超大连立 超大连立 超连立 超连立 同的是 健康的oreadin 最后的连达者 他 河口 魔晓夫 就是 对 3.6 3.6 好 距离前空方挂臂 距离后空方两头下 稳稳地站住了 我们的张成龙 头发打得不错 好样的 去年的时代 刚才第一次的一半 这个银牌过得准 支撑的后驱 两周划臂 非常好 后上180 还有一个后上 达欢360的时候 找了一些 后期两周刮 前空方程刮臂 下把站住 上了一条 中海兵非常可惜 在做大游环转体 360的突入时候 重心偏离了 但是特别的气息 但是后面 弥补都还算可以 接着到目前为止 第一个稍微算大一点的失误 接着来看他 三十光石 然后卖了一大户 回放中 我们要来等一下 看看刚才 滕海斌的那个失误 的回放 这样呢 三十光石比完跳马以后 日本队就结束了这次的第四轮的比赛 整体来看日本队的跳马 难度不算太高 但是完全质量比美国还好一点 他两个七分一个六点六 挂臂后团两周 这个异图的难度 支撑的后团两周 这是个地团 后上整体一百八 后上 后上三百六 后上整体一百八 了解